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所以 今天大家的心情报准备好了没 有没有准备好没 好了 那你现在要做什么事情呢 鼓掌欢迎王李佳南老师来 那在讲声音之前 大家可能要先知道声音是怎么来的 震动 太好了 你摸摸看你的 男生有猴解女生没有猴解 可是实际上女生也有 只是比较小摸不出来 在猴解下方的地方 你只要讲话这边就会动了 明显嘛 这边就会动啊 而且动很快对不对 所以你只要那个够厉害的话 你只要摸你的喉结 摸你的声带这边 你就可以知道你讲什么话 有没有人可以说到这件事情 难啊 太难了吧 不过至少我们可以先确定一件事情 要产生声音的话 第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 一定要有震动 可是有震动 不见得你就听得到 声音还能够传出去嘛 对不对 那我们声音在传的时候 最主要靠的东西就是空气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最主要靠的就是空气 好 接下来就是重点了 那怎么样 空气怎么样把声音传出去的 空气是怎么样把声音传出去的 我们要实际上来看 空气你看不到 所以我们要把它具体化 来我们说会请现场的 哥哥打结姐们 帮我们发一下这一支 好 待会大家拿到这一个弹簧的时候 你可以先把它拉开 放在桌子上 好 把它拉开 放在桌子上 好 爸爸妈妈可以稍微帮忙一下 好 那你如果上下这样子 甩一下就好 如果有的话 摄影机可以帮我拍一下 好 你看看它那个波是怎么传的 这样传过去的 好 你要放心 当你上下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波动 好 它就会产生一个波传出去 好 那如果是左右呢 左右这样子动一下 动一下 好 左右这样动一下 你不要拉得太长 不要拉得太长 左右动一下 好 那你们看到有一个波传递的过去 好 大家如果甩不出来 可以看一下我前面荧幕 好 是不是有一个波传的出去 好 就有一个波传递的出去嘛 对不对 当你甩一下之后 它就有一个波传的出去 那个波就好像是我们现在在空气当中传的哦 老师现在讲话 那空气就 打到你那边去 你就听得到了 好 那打出去的样子 就有点类似像我们弹簧 甩一下 甩一下 轻轻甩一下 它就这样传一个波过去了 甩一下就传了一个波过去了 好 那我们的声音就是靠这样子的方法 传到各位的耳朵里面的 好 你就可以听得到了 就可以听得到了 好 那 各位拿到的是比较小的 我这边有一个比较大的 好 那你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好 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好 你要看到 当我轻轻甩一下 是不是就有一个波过去了 轻轻甩一下就有一个波过去了 好 我们的声音就是靠这样子的方法 对呀 就这样传过去了 对呀 那个波就好像是我们现在在空气当中传的喔 老师现在讲话 是 flag at 9 那空气就拖突萝突打到你那边去 eschee 师傅 声音传递的速度啊 是非常快的 options 他声音传递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而且油 大家在甩这个弹簧的时候 你可能还会发生看到个现象 我这样落水过去的话 打到我另外一只手的时候 它是会反弹 会反弹 它是会反弹回来的 基本上所有的波动 都有类似这个现象 所以当我讲话 我的声音打到后面的墙壁 它还会反射回来 反射回来 反射回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 那我声音过去 然后你又反射回来 那应该要两个声音 可是你听我的声音有两个吗 没有 只有一个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们的耳朵 没有办法分辨这么快的 一个重叠的声音 那我们人的耳朵 如果要能够分辨出去的声音 跟反射回来的声音 一般来说 大概要0.1秒的差距 大概要0.1秒左右的差距 一般人的耳朵 要能变出 传过去的声音 跟反射回来的声音 一般我们就叫做回声 大概要0.1秒左右的差距 才能够听得到 那如果我们去算的话 用数学去算的话 0.1秒的差距 大约17公尺左右 大约17公尺 所以至少要17公尺以上 你才能够听得到 所谓的回声 所以一般这种教室 大概不太可能 可是体育馆是会很容易 体育馆就很有回声 因为它一般体育馆 大概都超过17公尺 可是呢 如果东西太多也没办法 东西太多声音都被吸收掉了 好 现在重点就来了 如果我们要在17公尺内 听到回声 那要怎么办 对啊 你有没有办法改变你的耳朵 在0.1秒之内的声音你听得到 很难啊 大部分人是没办法的 好 所以你猜你要怎么做 可以在17公尺内听到回声 刚刚我们在讲声音的时候 它之所以要到17公尺 主要是声音的速度很快还是很慢 很快嘛 对不对 声音速度太快了 所以如果我 我现在把我的声音的速度 像我这个弹簧传人时候 这样一样慢 我需不需要到17公尺 说不用了 对不对 就不用了嘛 对 所以换句话说 你要怎么样让 声音在17公尺内听到回声的方法 实际很简单 一个方法 就是一个大原则 抓到一个大原则就好 那个大原则就是 你想办法让你的速度是变 慢的就好了嘛 变慢的 那以物理来说的话 我们要让声音变慢 也就是说让波动变慢的话 我们要改变的就是这个戒指的种类 我们要改变这个戒指的种类 所以呢 那接下来老师要教大家做一样有趣的东西 我们怎么样在一个短距影里面听到回声 我们在很短的距影里面可以听到回声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请我们的大哥哥大姐姐们 帮我们发另外一样的材料 好 那等会大家会拿到有一根软弹簧 那一根软弹簧 那一根软弹簧 等会就要当作我们传递声音的戒指 那一个弹簧就好比是你手上这一根弹簧 足够那一个弹性更好了 所以传声音的效果才会比较好 你如果要靠这个来传的话 它声音都被吸收掉了 因为太软了 所以我们要找一个比较硬一点的弹簧 它声音才不会被耗水掉 好 那大家拿到这一根弹簧 这一根弹簧 有一个比较尖的地方 你在你的纸杯的正中央 利用这个尖头的地方把它插一个小洞 尖的这一端 你把它插进去之后 那想办法把它旋进去 爸爸妈妈可能稍微帮忙一下 把它旋进去 也就是说这一根弹簧要固定在纸杯上 用旋的慢慢旋 把它转进去 这样子把它转进去 把它旋进去 也就是说这一根弹簧要固定在纸杯上 那各位把它拉开之后 把它拉成 然后轻轻拨一下 你可以听到一个宇宙的声音 听起来很特别 它像是一个好像无底洞的感觉 因为弹簧在这边就来回的一直震动 那弹簧在我们的这一段里面来回的不断的一直反射 就是弹簧本身的声音 然后透过我们的纸杯把声音传递出来 所以你会听到 那个是弹簧本身在传递的声音 你可以先听听看弹簧 拉撑之后那个声音会比较明显 那你如果现在没有拉撑的话 其实你听不太到它的声音 因为它就没有办法在这边 以左右这样子的方向在伸动 所以你把它拉撑之后 就可以听到那一根弹簧 左右在伸动声 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试试看回声 来一样另外这一头 另外这一头可能就要请爸爸妈妈帮忙一下 我们要把这一个把它稍微拉撑出来 这一个头要把它扳开来 这样才悬得进去 另一端一样我们也把它悬进去 给它拉撑之后 然后其中再一点脚 另外一边的耳朵就可以知道回声 最主要就是我们现在让盘管这一个弹性 再传声音 那它速度会变得比较慢一点 大家可以试试看 然后拉撑之后 然后其中再一边讲话 另外一边耳朵就可以知道回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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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